之前跟大家分享過Beyling劇的GMT 錶 我們都很開心跟大家在YouTube上 分享這麼高性交比的柏林錶 因為很多品牌可能比較少眾 不少人認識 而我們Anytime 都很想搜羅更多不同品牌的錶 幸好大家的反應相當好 看來我們的觀眾都很接受新事物 大家都很熱烈地討論 我們今集一於吃著小 分享一下Beyling的第二彈 看看他們的最新潛水款怎樣 所以喜歡手錶的你 記得點贊訂閱按鐘仔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手錶資訊 聽過很多朋友說過 不想跟努力士GMT款一樣 編輯找到這兩款 與別不同的潛水款 這個系列跟之前GMT不同 分別出了鋼帶和膠帶款 型號是5011系列 膠帶款式一樣都是黑色橡膠錶帶 全部都採用黑色的電鍋不鏽鋼 配合整體黑色錶面 錶殼錶帶成為一體 錶圈有四種顏色 分別是黑圈、深藍圈、綠圈 以及經典的紅藍八時圈 鋼帶款式一樣有齊膠帶款四種圈的顏色 不過錶殼採用了拉絲質感 傳統不鏽鋼的顏色 錶帶是直身22mm 沒有耳蓋式的設計 帶身用了倒角打磨 加上立體的三格帶式設計 配上經典的三節式設計 錶頭直徑44mm 脫脫脫大約46.5mm 外圈依然有24小時黑度可轉動外圈 圈邊齒紋變為12邊形的設計 當作多個款式給大家顧客選擇也不錯 霸的設計在4時的位置 沒有那麼容易頂到手腕 而錶殼設計便扁平流線型 看起來有點像鮑魚 最後看黑色錶盤配夜光的箭嘴指針 關燈後夜光光亮 但原點字看得非常清楚 6字位寫著suffrior 就是藍寶石的防花鏡面 再加上100米的防水 供日常生活防水 游水都已經非常足夠 看起來仍然有寫swissmovement 就是瑞士製造的石英機芯 加上3字位有日力窗 日常使用非常方便 看完以上的介紹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款是高質素的 價錢相宜 而又大眾化的日常手錶 不知大家有怎樣看 不妨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想知道哪裏可以買 可以留意Description 想知道有什麼優惠 可以WhatsApp查詢 想我們製作更多粵語手錶影片 記得點讚訂閱按鐘仔 手錶資訊免貴體 我們下集見 Cheers 我們下集見